我说我好几天没管这两缸蓝手鱼 你们会不会信 首先先看看我的绿枣被啃成啥样了 本来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下绿草地呢 前一阵子还有点模样 鱼游动就好比的风吹动了草原上的草坪 你们再看看现在 哎呦现在看起来是真的丑啊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 虽然很久也没喂食 没换水没洗棉 但是鱼缸看起来还是很干净很透亮的 还好呀这鱼的状态都是比较欢的 那么这些天不在家 能保持好这么干净透亮的水汁 那就是因为我的过滤棉很强大 狠狠地拦截住了鱼粪绿枣 水中杂质 鱼缸漂浮 而且这块棉被我反复利用了很多次 这一回可太埋的了 我可不洗了 换点新棉吧 毕竟这玩意儿一大包很多很长 而且主要的是很便宜 就算是你们出个小远门 它也会保持你们鱼缸干干净净 这回你们就不用担心 走上个几天 回家之后满缸的鱼全都已经干了 谢谢大家